大家好,我是马克,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烟一顿节目 最近美国陆军成功测试了具有50千瓦功率激光炮的静向能机动短程防空系统 击落了多架大小各异的无人机 未来将进一步测试这款武器对付火箭弹和迫击炮弹的能力 这次俄乌战争使用无人机的广泛程度是空前的 美国媒体把俄乌战争描述成为第一次无人机全面战争 现在每天都有数百架侦察和攻击无人机在战场上空飞行 在乌克兰战场上,一般士兵也在用小型或微型无人机做侦察 当作自己在天上的眼睛 甚至可以戴上手榴弹或迫击炮弹,发现敌人,马上攻击 部队的指挥官能够通过中高空飞行的侦察无人机的即时影像 来监控部队的情况,了解战场的全貌 像侦察无人机和自杀无人机这类缓慢低飞的目标 发出的声音、红外和无线电特征都非常微弱 已经成了防空系统的最大威胁之一 这些小型目标很难被防空雷达或电光搜的系统发现 目前主要是靠听觉和目视来发现小型无人机 而且传统的拦截方法成本也太高了 由雷神公司开发的定向能机动短程防空系统 整合在史翠克八轮装甲车上 配备一个功率50千瓦的激光炮 也被称为守护者陆基激光防空武器系统 它可以在复杂的战况下识别、瞄准、锁定 并击落悬翼飞机、无人机等威胁 每次攻击只需要几秒的时间 将是未来改变战术的新武器 也是提升美军未来地面防空能力的一环 守护者激光防空系统可以击落无人机 但要有效应对火箭弹、炮弹和迫击炮等目标 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不过与陆军一年前的原型评估相比 守护者防空系统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步 守护者系统主要武器是一台高能固态激光发射装置 这种激光发射器可以发射功率50千瓦的高能激光束 拥有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等特点 不仅光束质量高 还能在距离较远的目标上紧密聚集 达到更好、更快摧毁目标的目的 此外,守护者系统还配备了KU720多用途有源相控阵雷达 蝗虫独立目标截获与跟踪系统 车载战斗管理、通讯与指挥控制系统 电源和热管理系统等多种装备 拥有四个正面的KU720多用途有源相控阵雷达 可以实现360度无死角的探测能力 蝗虫独立目标截获与跟踪系统 则是一套集成了可见光照相机 短波红外照相机 中波红外焦平面阵列 激光指示仪、激光测距仪等装置的综合电光探测系统 这套系统应用了更新的算法 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发现空中来袭目标 为了更好的保护步兵部队 美国陆军启动了多个高能激光防空系统计划 激光器功率从10千瓦到300千瓦 在50千瓦级的守护者防空系统服役前 美军已经推出了功率更小的20千瓦激光炮 可以安装在步兵班级机动车辆上 被称为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器AMPHEL AMPHEL系统的功率小一些 对电力的要求也降低了 可以安装在搭载9名士兵的小型运兵车上 能防御最大1320磅的无人机 但防御不了火箭、榴弹和迫击炮的攻击 不过可以为班级步兵提供最基本的进程防空能力 此外美国陆军还在研发300千瓦级别的 车载激光武器 间接火力防御系统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2022年7月已经交付了第一台 间接火力防御系统的原型车 它的激光器采用了光谱光束组合方式 也被称为波长光束组合 就是将几个不同波长的激光发射器输出叠加在一起 形成一个单一光束 300千瓦的激光防御系统主要是用来保护固定半固定阵地 免受无人机、直升机、固定翼飞机、排击炮和巡洋导弹的威胁 美国陆军认为 虽然激光武器的前端开发成本比较高 但每发射一次的成本比传统导弹要便宜许多 而且因为激光速度极快也没有弹道问题 可以非常准确的集中目标 与大量使用炮弹的防空快炮相比 更准确更快速 所以综合成本也会远远低于防空快炮 还没有弹药容量的限制 只要保证电力供应几乎可以无限制的使用 激光武器还具有电子环境适应性好 作战隐蔽性强等优点 随着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快速普及 各种防御手段也推陈出新 俄军将S300、山毛巨M3、铠甲S1、道尔防空系统等 进行分层部署建构完整的防空体系 这也对于乌军的大型无人机打击很大 另外俄军还使用了Kuruska-2陆基移动式电战系统来防御无人机 阻挡小型无人机接收GPS卫星信号 使其失控坠毁 乌军除了数量有限的苏联时代防空武器 S300、山毛巨和铠甲 更多则使用了西方援助的中低空防空导弹、防空快炮和重击枪等武器 楼乌战争的经验可以看出 使用成本低可以大量部署的防空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无人机飞行速度低也不太具有机动躲避和干扰能力 除了高空飞行的侦察和打击无人机 一般无人机不需要用技术先进的防空导弹 针对中低空无人机的防御系统 未来应该会比较火 这也包括了中低功率的防空武器 不过任何武器都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激光武器容易受大气环境的影响 这是激光武器的硬伤 如果是雾天或沙尘天气 激光武器的效能就会大打折扣了 甚至不能使用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